如何再音效养女儿 一觉醒来 我居然被绑到黑帮 成为了崖崽夫人 在和黑帮大佬切磋5技后 我居然发出了一个宝宝 黑帮老大一个高兴 已经想立了你一间码内 现在请你审泽宝宝的性别 请审泽宝宝的外貌 其的女儿出生了 就不小心 已传到黑帮大佬的其他长相 不仅因话是所有的权贵 都拒绝和你的女儿 签订我娃亲 就连黑帮大佬 也将你们扫地出门 我居然不允许我二者往北上走 这么丑 肯定不是我亲生的 看着欧阳爱儿大哭的女儿 此时你选择 你需要在三轮对话内 让国王接受你的女儿 我会将她打扮得很好看 大眠 我还会送给你们很多个麻袋 大眠 嘴角走一个野生的酸君 眠眠眠 一气之下 你和国王约定 在女儿十八岁时 一定将她打造成樱花式女神 一眨眼 女儿上出装了 学校进行唱歌比赛 女儿却和班女的同学 周思维为大打出手 你长这么丑凭什么和我争 看到女儿被骂此时你选择 你一巴掌 将女同学在女儿 选成了丢头 哈哈 这下没多丑了吧 半个月后 你带着女儿重新回到班级 女儿已经换头成功 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神了 男生的女同学 只能羡慕极度恨 很快 女儿上高中了 马上就要到 和国王约定的选秀时间了 但女儿却突然被 渣男校草的土味情话 给泥住 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 缺点你 此时你选择 系统提示 您的樱花币不足 选择失败 嘿嘿嘿 这下可以把她哄去棉被嘎腰子了 不去啊 这么关键的时刻 樱花币居然不够了 我的女儿可千万不能嘎 如果你也玩过我在黑帮 养女儿评论区晒出 你的女儿VB